谁打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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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对于人士登陆参加国共论坛 参访行程却上演全武行 原来是因为这一幕 正在接受访问的许荣淑 突然被同行的范略成员一把拉走 你是哪个单位 我是他助理 他爸年纪大了 他已经访问过了 资深许荣淑助理的这名男子叫翁元一 现在是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和许信良关系密切 而他也是和许荣淑同一时期的理营人士 之前还曾经担任过民进党党职 画面上可以看到翁元一不断用手操控许荣淑的方向 就是想摆脱镜头 资深许荣淑 要可以走到天堂了啦 郭先生 为什么要阻挡媒体 为什么 没有采访自由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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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场面一度失控 事实上绿营登陆各界关注 但想多说话似乎很多人有意见 他有个中常委跟徐柳元讲说 你最好不要去 上飞机他说你最好不要参加开会 他是毅然毅然从头到尾 我替他讲 我替他讲 出发前民进党阻止 出发了民进党还是阻止 现在又有自家人在大陆阻止自家人说话的情形 是不是党内受益引发指令 我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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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